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新手學你的頻道的時間 今天會帶大家來到深圳江客站 卓越中心這個位置 試一試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就叫做鮮痰蒸氣石鍋魚 試一試它的魚湯火鍋 事不宜遲馬上去片 請大家請支持五部曲 訂閱按LIKE 看廣告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SHARE 還記得留下個禮言 這間鮮痰石鍋魚 就坐落於卓越中心東區B1層191號鋪位 如果大家來到才現場拿票的話 就一定要等一個多兩個小時才可以入場吃 我會介紹一個方法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人都認識的 都會用到一個美團 或者是大眾點評 或者叫做美美不用等的程式 去網上拿位 在香港過關之前 就先拿位 然後過關 去到餐廳就差不多可以吃 還有這些程式 也有一些優惠券 大家也可以買一些優惠券 去吃餐就會比較便宜 進來餐廳之後 它會給大家一個餐牌 餐牌來說 有窩底 還有一些魚類選擇 之後也有一些打火鍋的食物 首先要先選一個窩底 窩底有四款不同的窩底 還有三款魚 給大家選擇 有桂花魚 有江豚魚 還有一個龍魚 我就選擇了吃江豚魚 這裡的烹調手法也挺特別的 有靠石鍋 還有草帽 用蒸起去蒸熟魚 它就是先喝魚湯 後吃魚肉 最後才吃火鍋 如果真的等得久的話 這裡也會有一些食物送給大家 例如一些糕點 肥牛和羊肉 這個位置 方便大家拿一些火鍋調味料 調味料方面 其實選擇都挺多的 例如有一些蒜蓉 麻醬 辣椒醬 牛肉醬 雞醬 另外也有一些芫荽 蔥 和辣椒 這個位置 拿一些雪耳糖水 另外也有石磨 方便大家磨一些芝麻醬 餐具方面 不是太過花巧 也是杯碗碟筷子 沒有特別的圖案 平日也可能用一些熱水 去把餐具清洗 但是這次就不用 有專人把餐具放到石瓦 用一個蒸氣徹底消毒 點好了餐具之後 它就會給大家每人一碗的薯耳糖水 這碗薯耳糖水味道都蠻好的 都蠻足料的 大家如果不夠厚的話 可以任裝的 可以去火鍋調味區的位置 可以一邊裝一些糖水 魚就來到 然後這個時候 就會幫你用一些蒸氣 清洗乾淨的石瓦 然後就會放魚進去 再加上一些配料 你要選擇的湯底 就是青椒紫蘇鍋 它會把湯底倒進去 然後蓋上草帽 然後就會放上一些毛巾 然後就準備蒸它 好像是8分鐘左右 時間到了之後 時候會打開草帽 就會把鹽西蔥放進去 拌勻之後 就會把魚湯分給大家 這些魚湯 你看看多白酸酸 喝下去都很香魚的鮮味 魚湯真的蠻好喝的 輪到街市的魚肉 未吃之前 我都覺得這個魚肉 可能會比較實肉少少少 但一吃下去之後 發現這個魚肉 是很嫩滑的 而且很新鮮 很有鮮味的 這個魚肉 我覺得這個乾糰魚 都算不錯 我誠意推介大家 如果下次來試的時候 都可以點這個乾糰魚 先介紹一下小食 這個就是雲南花餅 雲南花餅的外形 賣相都算不錯 不過裡面的餡料 我覺得就有點不太好吃 這個雲南花餅 下次也不會再點 另一款消息就是炸蓮藕餅 你看到賣相好像很一般 但我反而覺得 這個炸蓮藕餅的味道 比剛才的花餅更好 這個蓮藕餅好吃 可以再點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試一試這個蓮藕餅 這個蓮藕餅不錯 接著就試一下這些蔬菜類 這個是蔬菜拼盤 蔬菜拼盤 本來來說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蔬菜 這一鍋就是野生菌菇三拼 有三款不同菇類的食物 也有很多 另外這一個就是雲南豆腐 它的外形賣相都蠻有趣的 牆牆地形狀 接著就是把這三款蔬菜類的食物 放進鍋裡煮 它會先加水 加完水之後 再把食物放進鍋裡 其實鍋其實都蠻厲害的 加起來很快的 而且它用這個魚湯打火鍋 那些食物來說 都不會太過重味 但是也有一些魚的鮮味 吃起來真的不錯 尤其是今天我帶老人家來吃 他們都很滿意 吃得很開心 接著就來這個蝦滑油炸鬼 賣相來說都算不錯 這個蝦滑油炸鬼 它在油炸鬼上面 塗了一些蝦滑 這些蝦滑不是塗很少 都蠻厚厚的 不是薄薄一層的 接著這個蝦滑油炸鬼 會來招呼你 將這個鍋子煮熱 然後將菜鋪底 然後將蝦滑油炸鬼 鋪上面就煮 這個蝦滑油炸鬼 口感都蠻特別的 油炸鬼 腌軟軟 蝦滑有彈牙的 吃下去口感不錯 接著就介紹這個肥牛 這個肥牛其實是送的 因為在等待超過30分鐘 就會送這個肥牛 因為我們在香港 在用過Apps拿飛的時間 到入座 超過了30分鐘 所以就送了這個肥牛給我們 但這個肥牛 味道 我覺得比起八合里 或者潮傘大木 就差了一點點 但未至於不好吃的 跟香港的差不多 這個三色麵 大家一定要試 因為它的麵質很爽 很彈牙 再加上這個魚湯 已經去到尾聲 已經吸收了所有食物的精華 再加這些麵 一煮的味道真的不得了 再加上它本身的麵質 真的很嚼勁 吃下去真的不能輸 我誠意推介大家 一定要試這個三色麵 我太太點了 這一杯白香果的特飲 味道也蠻特別的 酸酸甜甜的 也蠻開胃的 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點一杯來試試 這杯的特飲也算不錯 這餐飯吃了多少錢呢 這餐飯大約吃了537元人民幣左右 大約8多元人民幣左右 那其實也算是值得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介紹給朋友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原動力 謝謝